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网哥 现在的话咱们在这个华强北的市场 现在市场的话已经快下班了 给你们看一下咱们今天又拿了些什么机器 首先这台呢是港版的三星复的五代港版全新的 目前的话是已经刷好了这个国航的操作系统啊 国航的机器刷完之后有的话要插那个sim卡才能激活手机的 这边的话就不给你们演示了 只是给你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目前的市场行情啊 咱们今天拿到这台呢是12加512一档 港版全新的 目前市场拿货的话 还有867啊 全新的啊 港版的机器都是带有这个票单收据的 在国内售货的话是支持一个联保的 可以看到到是一个12月份的一个机器啊 12月份的机器 12加512一档啊 这边是一个序列号以及这个配置区别啊 黑色的 像这种港版新机的话 怎么说呢 它的系统来说 是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它用 因为什么 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安卓谷歌的系统 但是好多老铁不需要不需要的话 就帮他们刷好国航系统啊 这都是全新的 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机框啊 全新的机器 其实像这种8000多国航的二手现在市场拿货 承载好的 也要去到845的 所以说 有些朋友的话就宁愿选择一个新机啊 12加512的可以拿得到一个港版全新的了 然后的话 咱们还拿了一台这个苹果的ipad的啊 号称这个生产力 生产力工具啊 咱们现在拿的这台呢 是一个 2022款的ipad pro 11寸的128g 国航的一个准新单机 再保300多天啊 给你们简单看一眼 这个目前那种全新原封的那种带盒子包装的那种的话 还要一个6000的啊 这种机器的拿货要比那个便宜8900这个机咱们市场拿货是5000左右啊 第四代的ipad pro 128国航的一个啊 这是一个wifi版的 这是不能插卡 wifi版和插卡的话 在我们二手里面只相差个200 但是说在新机里面可能就相差上千了 因为ipad的插卡的话 它也是不能打电话 它只能是用来一个移动的一个网络 移动移动上网 所以说很多时候都区别不大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咱们的wifi网络 无论是在家里面 还是公司里面 或者去哪里 到处都是网络的一个 配置啊 像这种大的ipad 怎么说呢 其实它是相当保值啊 你现在现在来说 四五千左右 用个一年 一年之后你再去 出手掉或者就是说置换掉 它还是值个4000多的一年的保值度 贬值率也就是一个几百块钱的一个贬值率 橙色外观 这是一个新机啊 如果说是二手的 比这种 比这种新的要便宜个几百块 当然那种橙色是比较好的计划啊 这是ipad pro ipad pro系列一直是这个ipad的产品里面的一个旗舰产品 它不像那种数字系列 或者air系列 那种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 拿来台这个14pro max啊 这个是二手的 卧行的机器 然后电池效率100还再保40多天吧 橙色外观简单的给你们看一眼 这个机器非常新 因为电池效率100 使用的次数比较少啊 这种机器 二手的机器啊 再给你们讲一下 它和机矿不一样的 比如说电池如果说90多 对吧 不在宝或者橙色差点 它和这种机器就要相差很多 咱们今天拿到这台机器的6900多 所以说的是一个行情比较高 如果说是电池90多的或者80多 橙色外观比较花点的话 可能会便宜个好几百啊 634645啊 都可以拿得到 所以说二手机器 它是根据这个当前的一个机矿来判断的 不是说啊 你问我一个14pro max啊 多少钱 我就跟你说一个固定的 它是要看机矿的 橙色新的和橙色差的 它相差很多的这个 电池效率114pro max 这是目前那个咱们今天在市场拿的一些机器 以及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啊 如果说你们也想逃到这种有性价比的机器的话 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点个赞 好吧 咱们每天在华江北的市场 给大家分享不同的手机行情